我自己这么理解 由于是现在支付宝 中国所有的银行 我请问大家来说 银行除了银监会 他们怕还怕过谁 没有了吧 支付宝他们有点担心 至少睡不着觉 这几年来 很多银行纷纷降低 自己的费用 让老百姓能够体验的更好 我不敢说支付宝有很大的 功劳但是还是有点功劳 王博士刚才讲 我们这样进入了无限 互联网 我其实就是让中国 移动连通还睡不着觉 我们对挣多少钱 兴趣其实不大 但是让那些 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不作为的人不爽 是我们很想干的事 而且两年以前我讲过这个话 三年四年以前讲的 好像银行不改变 我们改变银行 三年以前我们说 在重庆的民营企业会上面 我说我们对抢民营企业饭碗 毫无兴趣 但是我们咬一下国有企业 这不是我们每个人有多大 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 也不是在座的人你有多大能力 而是互联网的力量 是每个人的力量 我们要有积极正面的力量 去完善这个社会 而不是破坏这个社会 我记得前段时间 我跟一些企业家在交流 大家都很担心 很担忧 有的人考虑要移民 有的觉得经济不行 大家听着问 政府十八大以后 有什么样的政策 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好起来 听听经济学家 对未来经济怎么看 我觉得特别悲哀 我说春江水暖压先知 假如企业家 要去听经济学家 听政府去考虑经济未来的时候 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 在座网上 你们有多少人 是听了政府的号召 去做了网上的 你们有多少人 是听了经济学家的号召 去从事网上的 我相信没有 我还没有发现 有企业家听了经济学家的号召 发了财的 但听了经济学家的发言 破了财的人倒是很多 为什么 中国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 没有多少 我的看法 经济学家首先是个数学家 他对数学的模式很有兴趣 第二 他对昨天的所有的东西 昨天的所有的数据 拿出来以后 总结个商业模式很有兴趣 企业家是对未来有兴趣 经济学家对昨天有兴趣 所以你让一个对昨天有兴趣的人 去判断未来 这是悲哀 更何况 中国有正确的数据吗 今天 但是反垄断呢 国企民企一定要一视同仁 不能简单利用一张A4纸来解决问题 因为呀 这个案件的试探效应 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人民日报强调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只有竞争环境公平 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的优胜劣 而垄断阻碍公平建成 扭曲资源配置 损害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 恶杀技术进步 的确 公平竞争是核心 要把各个市场主体放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 这样也才不会阻碍公平竞争 人民日报还强调 反垄断法 身为所有主题 对内资外资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 互联盟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雷 平等对待 要保障各类市场主题 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如今 阿里巴巴涉嫌垄断 应该调查 但是呢 对于其他主题的涉嫌垄断行为 不能听之认识 不论国企民企 所以啊 如果只反一发 那反垄断公信力会大打折扣啊 那民企呢 其实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 构成了60%以上的GDP 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 新增90%以上的就业岗位 所以啊 处理好民营经济 也就是处理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YES Y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